引发风暴的是林文林院的都更案 那么王家人的房子虽然拆掉了 但是抗议行动没有停止 他们跟声援的民众决定要长期抗战 那么夜缩就职 同时要计划到监察院陈勤 今天下午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 有怪手打算再度施工 引发了学生们的不满 目前社会反弹声浪很大 也逼得政府不得不检讨现行的都更法 其中内政部长李洪源承诺 他说新法修正案 将在三个月内有草案出炉 在六个月内送交立法院 一听说怪手又要动工 打算在王家组续旧址上继续施工 学生团体马上到场声援 搬砖头画地自保 建商跟王家这边可能有些界限的问题 所以我们如果把界限找出来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会比较方便 圈出我们以后能够活动的范围 外界自发动员 就是不希望王家人受到二度伤害 但往日生活只剩断缘残壁 家庭回忆只能追忆 我们才刚刚在现场去做一些 遗留到现场的一些记录 即便是以后没办法讨回来 但是我也会把它整理起来 给我们所有家人都知道 搭帐篷夜宿在组错旧址 家人用相机不断拼凑 心碎记忆的景象 还夜旁建商工作人员忙着清理 监视器的画面形成对比 小市民的无助无奈和无望 强烈的令人不忍 打算在长期抗争 还计划到监察院陈勤 是否不顾老百姓强拆阻挫 入更条例的缺失 受到瞩目 我们大概三个月之内 会让这个新的版本 这个出了内政部的大门 我们是保证六个月之内 会送到立法院 那很多拆迁是因为建筑物的安全 他不得不拆迁 那你要是把这东西 全部给定死了 事实上你会让这部法 根本完全走不动 重新多根法非恶法 只是时空背景变换 早已不再适用 内政部承诺尽速修法 只是每次都得等到引发争议 犯重怒 官方才说要改 长期忽视 人民怒吼 难怪IP慢半拍 中介绍的文章 王正 台北采访报道